随着美国激光干事引力波新闻台,第一次聆听到引力波,其探测成为科学界的热点词汇,世界多个国家都制定了个具特色的引力波探测计划,其中,我国的天晴计划因其独特的技术方案,被誉为引力波探测的中国方案而备受关注,独体吸引的中国方案,世界普遍认为,引力波的发现,是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一项重大突破, 它开启了人类探索宇宙的一扇大门,甚至可能揭开宇宙诞生早期的奥秘,先行计划提出者,中国科学院认识罗俊说,引力波研究不仅是当今物理学科的理论基础,决定着前沿学科的发展方向,更对包括地震在内的自然环境监测,地质资源开测,以及导大轨道设计,前行导航性能提升的国防军工,都具有重大意义, 先行计划的提出,是在2014年3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上,但设计数积累从上个世纪80年大就开始了, 据介绍,先行计划的思路,是像距地球10万公里轨道上,发射三颗卫星,围绕地球组件等边三角形,卫星阵列,像在太空中架了一把竖琴,宇宙中的引力波传过来,则会波动琴弦,通过极光测距等技术,测试三颗卫星的距离和位置变化,就能获取该引力波数据,了解其背后的签文事件和签文过程, LHO是探测到引力波的第一个签文机构,但LHO是在地面上探测引力波,地面观测仪器因必长较短,只能接收到高频引力波, 天晴是将三颗微星放在太空里,精尖距离可以足够长,因此可以探测到低频引力波,捕获更丰富的物理,签文学过程, 目前,国际上与天晴计划类似的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,主要是欧美主导的LIFE计划, 二者都是发射三颗卫星,在空间组成大型激光干涉天线来探测引力波, 几区别在于LIFE运行在太阳轨道周围,天晴计划则是地球轨道附近的探测计划, 两种方案的核心技术基本相同,方案是十个有优缺点,国际顶尖专家也希望参与其中, 对于天晴计划的疑虑,主要也因它运行在地球轨道周围而起, 相关专家认为,该运行轨道可能使卫星遭受过量的太阳辐射而受损, 地球阴影的遮挡对一期观测的有效时间也有可能产生影响, 面对这些疑虑,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周泽斌教授说, 对于质疑,我们都有考虑和解决方案,天晴由三颗卫星构成, 当地球、月球、水星或金星等天体运行到天晴的某一颗卫星和太阳之间时, 就会对照射到卫星上的太阳光造成遮挡,形成太阳阴影问题,周泽斌说, 这些遮挡可以是完全遮挡,这时卫星表明温度会发生协助变化, 但也可能是很小一部分的遮挡,这时将不会对卫星温度有明显的影响, 为保证一切社会安全,在可能发生遮挡的所有时刻,可令天晴停止科学数据采集工作, 通过多次模拟,我们发现天晴在跨越5年的科学探测期内会碰到7到9次的遮挡事件, 每次持续的时间都不超过一小时,其中多数位部分遮挡, 在任务运行期间,需要留心这些遮挡,这一切是被安全产生影响, 但它们不会对天晴预期的科学成果产生显著影响, 轨道运动引起温度变化,卫星内部的温度稳定性, 也是天晴的一大难旗,周泽斌说, 影域波探测卫星的部分表面,会贴上太阳能电池板为卫星供电, 通过合理设计任务方案,卫星热控,卫星结构, 可使太阳能电池板成为卫星在整个空间影域波探测过程中, 每一能直接被太阳光照射的部位,通过隔空,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方式, 能做好太阳能电池板,和卫星主体间的隔月问题, 保证卫星内部的温度稳定性,虽然最终方案是要进一步研究, 但相信我和航天工程人员有充分智慧,可以解决这一问题, 国内已有十多个大学和研究院所,参与了天晴计划的工作, 但仍有许多工程技术难题有待功课, 卫星说,德国,意大利,法国的顶尖教授, 也希望能参与其中,每次三颗卫星发射云的要求刚, 卫星从发射的入困,需要经历一年多的时间, 轨道转移方案复杂,属于长途发射, 给一切的寿命和可靠性带来一定的压力。 其次,为了保持卫星边对平面, 对太阳光照射的夹角恒定又迟度, 需要不断对每颗卫星的指向进行调整, 因此不可避免带来扰动因素。 周则并介绍, 天晴卫星从发射到入轨预期相对时间较短, 对我国而言, 目前该技术相对成熟, 由于天晴计划干涉的比例子短, 这对于研究中的质量黑洞, 以及联合地面探测实验, 进行多拨断的低波研究都非常重要。 今年年初, 天晴团队与相关研究机构, 首次在国内成功实现月球, 地球激光测剧, 从而为高轨卫星精密定轨技术建下基础, 这意味着中国的空间以力波探测计划, 天气争攻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, 目前, 多效核心技术已经公关且得到验证, 比如空间关系传感器已经延续成功, 且经过了两次空间灾的验证, 这是世界上的科学无人区, 天晴一直都在边建设边积累, 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技术储备, 正宜有几十年的基建, 在谈到欧洲类似的空间以力波探测项目, 离子将于203此年升空时, 罗俊说, 我们很有可能会走在它们前面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